没有变啊,拜托,完全没有变 我今天收到Adobe的邮件告诉我 我可以点开Adobe的Firefly,然后去玩一玩 为什么说去玩一玩呢 因为它整个的这个Firefly都暂时无法用作商业用途 所以真的就只是点进去玩一下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吧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给我发的邮件 点这里就可以过去了 还有join discord 那我之前已经join过discord了 所以我现在直接点进去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 blah blah blah, all right, that's all good, next OK, I accept 这就是Adobe的网站了 几个比较大的功能啊 这个text effect功能上次呢我说过 如果要做的话其实还蛮神奇的 所以等一下我也打算拿它来做一个测试 text to image的功能这个是每个人都非常期待的 因为Adobe用了很多自家图库的东西来train这个model 所以我很期待说它的它做出来的东西会和mid journey有什么不太一样 vector的功能我本来很期待试一下 结果它这上面居然写coming soon 嘿,搞啥?说了半天还是没有coming 只是show给你看一下 跟上次我想的差不多画几个饼给你玩一玩 哦,后面还有一堆乱七八糟有的没的 嗯,impenting,personalized result,text to vector 这些暂时还是没有办法点进去的 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对 他们还是在develop的process当中 OK,3D to image也暂时还没有 哎,就觉得很尴尬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的也就只有这两个可以玩一玩了 那就玩一玩吧 text to image let's generate something All right,it's still beta version as you start,a few important things to know All right,let's see what's important there OK,lots to read room for improvement,understand 这事就在告诉你 其实我们的东西还并不是特别完美 基本上就是提前给你做一些心理建设 如果做出来一些很渣的图 请不要怪它,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User guide 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吧 应该是跟mid journey差不多的 所以你有一些血腥暴力 或者是一些善而不移的图 我觉得肯定是generate不了的 暂时还不能upload或者export video 怎么说呢 就之前说的可能有的东西现在都没有 开始吧 这是它一些比较好看的图 并没有让我觉得非常的impressive 说实话 那我们就来尝试一下吧 既然它这么多点的这个 点的哪个东西可以尝试呢 在这呢 在哪呢 是我的不对 原来它generate的东西是在最下面 现在呢可以试着generate一些图 我就按照我平常在mid journey 5 generate图的方法来试一下吧 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然的语言跟它交流 我generate一个字画像吧 我试试看看它能实现什么样的状态 还蛮期待的 front face of a mid-aged Asian man with light beard and short hair wearing light blue shirt sitting in front of a laptop 给了我四个选项 excuse me Asian man 我们对Asian man是不是有点 有点什么误解 这两个看起来有点奇怪 did I spell beard wrong? I just wrote bread ok I know I'm sorry I'm horrible at spelling 那我现在这个看起来好像还蛮对的 除了这个稍微有点奇怪 请问beard去哪里了 这个是graphic 之前是一个art 那再看看art能generate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嗯 还说实话很渣 再看一下none 如果是none是什么呢 就没有任何style 随便是吗 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 哦 这不就是none就是photo的style吗 说实话 很像Dali 2的那个风格 就是非常非常业余的照片的状态 就amateur照片的状态 photo呢 如果点photo的话 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是不是把Asian也打错了 诶没打错 这就很神奇了 我也没有打错Asian 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Asian man呢 除了第一个人以外 其他三个还都是亚洲男人的面孔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女士嘛 那如果我选了照片 感觉没有一个是亚洲人啊 硬要说这个人是一个印度人 可能也可以 但是就是非常牵强 看一下他下面有style 如果我选择pencil drawing会怎样呢 pencil drawing和photo会不会有点矛盾呢 试试看吧 哦 他的意思是等于是用铅笔把这个画了一遍 但是40岁老成这样也是够呛了啊 color and tone pastel let's try pastel color 啊 又变成一堆不知道是什么有的没的 还是不要风格呢 ok 又变成了一堆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但是这次beard确实是有了 那我来试试换一个不同的lighting吧 backlighting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 这张确实是有一点 背后加了一个光源的感觉啊 但这些好像还是不太对 blur background 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好事的 他肯定能做好 对吧 一定能做好的 对吧 好的比刚才稍微好了一点点点 short from above ok 试试看从上面往下拍的状态 没有变啊 拜托 完全没有变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Mate Journey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图 跟Adobe Firefly进行一个对比 如果就单看照片的质量的话 这几张照片的质量是完爆Adobe那几张照片的 虽然这个看起来确实略老 我们一旦把年龄变得很准确了哈 这样的出来的东西就比较好了 非常不错 还有一个什么功能来着 tax effect 这个是怎么弄的 这个是这样的 前面可以改变这个字 后面可以改变 前面可以改变这个字 后面可以改变它的 effect 那我把我名字改在这里 把我最喜欢的颜色也加上去 black pink and orange dripping paint 试一下啊 嗯好像好像还凑合 如果是 dripping ink呢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 ink的流动感更强一些吧 well看起来区别并不是很大 那在右手边跟之前一样有不同的字体可以选 嗯每次选完了它会重新刷新一次 然后它还有右边上面有一些sample 大概是一些preset preset的东西还是比较好看 这是面包 我去这个面包看起来有点吓人啊 我是不敢吃 这个是什么呢 啊一些线 突然想起海贼王里面的罗宾有很多手 我在想如果是arms会怎样 会不会很有意思 human arms 应该是会比较有意思 oh wait a second that's hands 这不是arms啊 这是hands啊 如果换一个字体呢 换一个比较dynamic一点的字体 wow好像有点感觉了 但是还是fingers和如果是bones 给大家试试看应该很酷 哎没想到啊 这个本来不太报希望的这个tax effect 这个tool我感觉是玩了一通里面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工具 Adobe这次给我的这个产品啊 我还是觉得有些太草率了 推得太快了 还是为了让它的股市看起来不那么糟糕 让它的投资商觉得他们是在随着时代进步的 但其实说实话 mid journey这种小团队做的好了很多人夸 做的不好很多也就是人家不用它 像adobe这种大公司做的不好被人诟病影响股市 各种都很悲催不过话也说回来 AI都是有一个迭代的过程的 希望它在不停的学习和进步中会变得更好吧 我也很期待它其他的功能开放之后 可以看到一些adobe独有的不一样的东西 说实话这次有一些小失望 好吧这就是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那之后有更多firefly新的功能出来 我也会做一个视频看一下 如果你喜欢别忘记关注和点个赞 多谢啦 那下一个视频再见